记者张金雅台中报道 台中市长林佳龙今日受邀出席台湾研究基金会30周年系列论坛 他以学运参与者及北美台研会创会长的经验 分享台湾主体性及两岸关系发展的观点 他认为台湾主体性呈现在三个层面并互相影响 包括认同结构制度及公共政策 建构且专属台湾的意识形态 社群意识及政治规范 他也提出互为主体性来建构与中国的关系 而非载质也非孤立 让台湾活出自我超越自我 台湾研究基金会在台大工卫学院广北讲堂连续举办三场系列论坛 今日第一场台湾主体性论坛 针对台湾30年来的政治、历史、文化、族群转变 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回顾与前瞻 林贾龙受邀出席论坛 林贾龙表示 以政治学角度而言 台湾主体性呈现在三个层面并互相影响 包括认同结构制度及公共政策 其实台湾已跨越非常多的门槛 这三十年来在台湾意识形态的发展上让许多知识精英有很多想象 同时台湾也藉由地方自治、直接民主制度化、成功行诉台湾人共同的政治规范 林贾龙认为台湾人的文化观或国家观是大和理论式的 兼容并续不排斥原民文化、华夏文化、日本文化或各种其他文化 当面对中国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台湾就像是一棵树的 种子飘落到另一个地方落叶生根 尝出另一个生命 让自己走出一个主体性 林贾龙也说 但台湾不可能成为国际间的孤儿 因此他提出互为主体性来建构台湾与中国的关系 并非载质 也非孤立 而是不非不亢 争取更多中国人的接受 而这样的论述与实践 目标要让台湾活出自我 超越自我 了解我们是谁 从哪里来 又要到哪去 他逃出这样的想法后 人需要一段时间让台湾人共同探索